OK,老灵魂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一个SQL Server的奇影神迹 今天我们会在资料库底下新增一个元件 它会在可程式性底下的组件 我们会在这边注册一颗外部的DLL 注册完成之后呢 就会在上面的函数这边 新增一个由这颗外部DLL所提供的Function 那这些Function它会长在存量函式底下 新增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SQL Server透过SQL语法或是Store Procedure 去调用这些Function 让外部的DLL来替我们做事 OK,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实作的部分 首先我们打开Vitual Studio 然后新增一个专案 专案的类别这边 我们其他选单直接选择程式库 我们要找的是DannetFrontwork的类别库 我们往下来看 OK 这边呢就是类别库 DannetFrontwork 程式语言是CShare 我们就选择这个范本 点选下一步 好,专案名称的部分呢 今天我们会使用AES加解密来做一个demo 所以在专案名称 我们就直接使用AESCryptoLibrary Frontwork的部分呢 我们就维持预设 使用DannetFrontwork 4.7.2即可 我们按下建立 OK 专案建立完成之后呢预设它会产生一个class1的-cs的file 我们直接右键 重新命名 我们使用AES Encryption Helper 这边它会提示连reference都帮我们一进修正 我们点选4即可 好 那老工程师这边偷懒 有先准备好程式码 所以我这边呢 就直接使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来节省时间 OK 那相关的专案程式码 老工程师这边之后也会把它Push到GitHub上面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GitHub上面把专案取回 这样子呢也可以在本地端进行一个实作上的练习 好 我们直接进行建置 OK 它建置成功 那我们对专案档点选右键 在档案总管中开启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专案的目录 我们直接进入Bin Debug OK 我们就看到了AES Crypto Library的DLL 那这一颗DLL就是今天我们要使用的 好 那因为我们在Visual Studio专案里面 如果不小心有做一些修改或是什么的 我们重新建置的话 它就会再产生一颗全新的DLL出来 那我们这边因为在SQL Server上面注册呢 会使用DLL所产出的一个SHA 512的Hash杂臭值 来当做注册的参数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建议 还是将这边编译出来的DLL Copy到另外一个固定目录里面 到那个固定目录下面呢 我们再去做SQL Server的注册会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打开档案总管 到C槽 这里呢 我们会新增一个Assembly的目录 OK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刚刚编译产生出来的DLL复制 到Assembly里面贴上 好 那这一个CAssembly目录底下的DLL 就是今天我们注册会使用到的位置 那我们打开SQL Server 新增一个查询 那老工程师这边呢 也有准备好语法 OK 在我们注册我们的元件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调用一个 AddTrustedAssembly的Stalk procedure 那我们可以到微软的官网这边 来看一下这一支Stalk procedure的说明 那官方文件的说明上面呢 是说这一支呢 是将元件加入至伺服器的 受信任元件清单 那换句话说呢 今天我们要在做注册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元件 加入到这个信任清单里面 那后续我们去做注册的时候 才能够顺利 好 那这个Stalk procedure 它会需要使用到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hash 那hash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会使用到shar512来产生的杂臭值 来当做它的参数 OK 那第二个参数是description 那这个参数是optional的 我们往下看它的范例 好 在范例这边呢 微软也有提供范例的执行脚本 那我们可以来参考 好 回到SQL Server这边 那在老工程师这边的脚本 CLR name这个参数呢 就是使用到 刚刚我们看到微软 官网上面提供的 这样子的一个执行脚本的内容 那我这边呢 就针对前面的部分 把这个名称 修改成我们的专案名称 AES Crypto Library 好 那下面这个 我们就要准备来产生 SHAR512的杂臭值 那产生杂臭值 它会使用 需要使用到我们的DLLO 所以老工程师这边也是偷懒 我们先在网路上面呢 找到一个SHAR512 FileHash的服务 那只要把我们DLLO拖进来呢 它就自动帮我们产生出来 它的Hash值 OK 那这个Hash值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 那不过老工程师这边呢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学习测试的阶段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路上面 找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来做使用 那如果各位是在公司 或是在production营运环境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网路的服务 会不会真的把你的DLUpload到网路的一个某一个位置去 那可能有心人士呢 他取得这颗DL 他把它反主意回来看程式码的内容呢 他就会去知道说 你的程式码是不是有什么漏洞 如果他发现有漏洞 他又知道你是谁 那他就有可能跑过来 去try你的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呢 在背后呢 就会有一些资案上面的风险存在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呢 在production环境的话 还是自己辛苦一点 写一只小程式把DLUpload进去 产生这个hash会比较安全 好 那我们就把刚刚复制的杂凑值 直接贴到我们的脚本中 好 那我们再回到官网这边的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这边呢 他的杂凑值呢 是0x开头 那0x开头代表是那个hash的格式 所以这边呢 我们也需要如法炮制 好 我们把0x复制一下 那我们一样是在我们的开头这边 把0x贴上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正常的去执行我们的脚本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命令 已经顺利的执行完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准备来进行我们的脚本注册 好 这个就是我们注册脚本 create assembly 然后我们的元件名称 from我们DL的路径 那DL的路径呢 就是在我们的C槽的assembly底下 那我们直接就把这个路径 来做输入即可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执行 好 那看起来 我们的组件已经顺利的注册完成 我们直接到组件这边呢 进行重新整理 那的确看到我们刚刚注册的组件已经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的方选 好 那老工程师一样是有准备好语法 那这边呢 我们会准备建立两个方选 一个就是加密 另外一个就是解密 OK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 好 我们的语法也顺利执行完成 那我们就到存量函式这边 重新整理看看 OK 我们的确看到 长出我们刚刚新增建立的方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测试验证一下 我们的方选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执行 好 那我们就F5来执行看看 OK 我们遇到一个错误的讯息 那他这边呢 是请我们要启用 一个叫做CLREnabled的主态选项 好 那这个我们一样就到微软的官网这边呢 来看一下文件的说明 那这个CLR启用呢 官方的说明是 它是指定是否可执行使用者元件 好 那目前预设它是零 也就是说SQL Server上面是不允许我们这些组件 来进行执行 所以我们这边要把它改成一 让它允许可以来做执行 OK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要再跑一个脚本 OK 所以这里呢 我们会执行这个spconfig 我们会告诉它说我的CLREnabled要把它改成1 好我们F5直接执行 好那他这边的讯息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CLREnabled从0变更为1 OK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执行一次我们的测试语法 好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错误讯息已经改变了 那这边的错误讯息告诉我们说 尝试执行CLR主机禁止的作业 那看起来这边就是我们的权限不够 我们再回到官方的文件这边来看一下 CreateAssembly 那在CreateAssembly的这个语法里面呢 它有一个参数是 WithPermissionSet 那这边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Safe 第二个是ExternalAssess 第三个是Unsafe OK 好那因为前面我们在CreateAssembly的时候 我们没有特别去指定这个PermissionSet 所以它预设呢会是Safe的层级 那这个Safe的层级呢就是 它是一个安全性最高的层级 所以我们的元件呢 它里面如果有用到一些外部的资源 或是外部的参考呢 它会被禁止 它没有办法去使用 所以这边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语法的调整 我们要把它调整成Unsafe 让它可以去存取这些资源 OK 所以我们再回来 我们还有一个语法要执行 好我们就执行这个AlterAssembly的语法 把它指定成Unsafe 好执行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再select一次 好 这一次呢我们就顺利看到 我们的加密 的确把我们的讯息变成了一个加密的字串 那我们再来测另外一个解密的功能 OK 解密的功能也十分的顺利 就解回来我们的Hello from DL原始的加密讯息 OK 到这边呢 我们就完成我们这一个 SQL Server的情营神迹的介绍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去引入外部的DL 让我们的SQL Server 可以去做一些 它原本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那比方说 像我这边的话 就有看过 某一间简讯的厂商 它就是在资料库里面呢 去做了一个Trigger 那这个Trigger呢 它就会去call一个外部的DL 那这个外部的DL 它会再去call另外一支API 然后让资料库里面 内部发动一个纸程序 然后去做资料的一个处理 所以说 这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说 自己将来在 专案上面呢 的设计上面呢 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使用 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